在2020年有一部神奇的动画 李克生坠入勤网故尝试证明 在这里你会见到跟你印象中完全不同的李克大神 短裙 黑丝 高跟鞋 这就是别人家学校的李克大神 那么在大家眼中高冷的李克大神是怎样谈恋爱的 那我们赶紧一起来看看吧 男主雪村心业和女主宾室仓部 都是某大学李克系的研究生 在二人和谐相处的一个早晨 宾室突然对雪村表白了 片刻的惊讶过后 李克直男雪村也说自己对宾室有好感 但并不能确定这是不是喜欢 所以双方一致认为在没有确凿证据变下 定义说喜欢枉为李克生 于是宾室便列出了自认为 可以证明自己喜欢雪村的数据图 经过讨论发现宾室和雪村都梦到过前对方的时候 所有二人决定就A喜欢B能否进行判定 作为研究课题开始了 最糟的是这种课题竟然被老实觉得有趣 而得到大力支持 两人认为和心脏人在一起时心跳肯定会加速 于是二人要通过心率起伏来验证心痛程度 经过B咚 抬下巴 相拥等等实验后 虽然宾室的心率明显加快 但雪村认为不排除这些心动 是因为其他偶然发现导致的 比如看到外星飞船 所以为了降低偶然性心动的概率 二人进行了100次B咚 刚开始B咚时宾室还心动不已 可到后面就内心毫无波动了 雪村便怀疑难道心动这是偶然吗 这个时候就需要别人的帮助 同一个研究室的奏言也提醒这对笨蛋 情侣不可以用数值来验证感情 他便举例自己爱上了高中数学导师 而成为理科生的故事 但雪村不停不听王八念经 依旧理性对待 迫切地想要搞懂宾室的真心 要如何证明 结果在隔天 同一个研究室的另一个女生 吉田惠娜指出了还在做对照实验 这样才能看出雪村是否只对宾室心动 于是雪村便开始尝试接近其他女生 结果实验表明 只要是女人接近雪村 雪村都会心跳加速 只能雪村干净解释 自己以前没有近距离接触过女生 如此干净的历史自然是让宾室特别满意 之后两人还进行了一次 关于料理好不好吃的研究 雪村认为料理好不好吃 就需要严格按照食谱 精确计算食材的用量 但宾室却认为料理最重要的是倾注爱心 这种言论对一个理科指南来说 简直就是谬论 可是宾室做了两盘菜 后让雪村品尝 他也不得不赞同这个谬论 只因为宾室在注入爱的那盘菜 直接花了一个爱心 这场闹剧过后 其实两人还是没有得出 如何证明两人互相喜欢的办法 光靠目前的实验结果 还不足以让雪村和宾室二人 算出喜欢的一半条件 于是他们询问了自诩 恋爱经验百分百的犬四胡府 该怎样判断出自己喜欢一个人 可犬四喜欢的人都是游戏美少女 是个纠集二次元宅 所以他的回答是为喜欢的人 花了20万元 每夜还要抱着游戏美少女的报纸睡觉 显然犬四这个人也是根本不靠谱的 只好为了让实验有进展 奏言夜提议让二人去约会 会能够进行最多次的实验 最多次的约会 二人计算出最高效又最短距离的约会路线 可雪村和宾室两年的第一次约会 竟然穿着白大褂就准备出发 别人都是细心打扮 甜蜜牵手 但两个里克大神似乎不走寻常路 幸好奏言夜赶紧带他们去买衣服 雪村等了半天 正感到烦躁时 宾室终于摆好了衣服 雪村看到后瞬间行动值99加 说白了就是老色P 接着二人去买鞋子 而能对鞋子的各个方面的数值进行计算 球的最优性价比才肯罢休 随后就是吃饭 吃完饭的实验是牵手散步 难道雪村因为害羞访击了牵手 让宾室有些失望 可在宾室独自去排队的路上 却被一个渣篮搭讪 宾室拒绝了他还不肯罢休 在渣篮继续表白时 雪村却沉着脸出现了 他一把牵起宾室的手 这时宾室的内心百感较急 哎妈呀 这就是心动的感觉吗 但雪村生气的点 就让人有些匪夷所思 他愤怒的质问渣篮 是凭什么发展出喜欢宾室的 他拿出宾室的优缺点嫉妒 和能够证明喜欢的种种因素 以及情报都不敢轻易下定论 是否喜欢他 雪村霸气让宾室的心动值 举曾 果然不是一家门 不禁一家门 但雪村还担心这样的感情用事 会让他对自己的好感度降低 于是 最后人去游乐场玩了一圈 手也牵了一天 终于到了黄昏的摩天轮环节 雪村送了宾室一队 轻行挑选的耳环 她为自己没有约会经验 以及让宾室没有高兴而道歉 所以这是道歉礼物 但宾室却亮出了他这一天 一共高兴了1925次的数据 这一刻是属于二位李克生的浪漫 很好有惠娜而选思 使青梅竹马一起长大 俄伦也试着做了亲密接触 其女士佛会增加的心动实验 谁心动了谁就要请客一星期的小丸子 惠娜扮演了选思最喜欢的游戏角色 让她舒惨了 你不讲武的搞偷袭 诠思完败这根本就不用说 不过在实验过程中 惠娜差点吻上了诠思 惠娜便建议雪村和宾室也试着接吻 毕竟喜欢的肯定就会接吻啊 于是恶人竞争地开始着接吻实验 截止到目前 两人还没有太多的亲密接触 牵手已经算是最大的突破了 而接吻一般需要在氛围值很高的地方进行 所以经过计算 他们最终选择了实验楼楼顶 为了做对照实验 实验是以两两程座进行互相接吻 终于到了雪村和宾室时 黄昏、安静、没有他人 气氛值完美地达到了92 雪村觉得此时的宾室 比以往没了整整1.8倍 然后在蒋林要接吻的时候 一架直升飞机段路 他带来的噪音直接让气氛值 下降到负几千 而因为奏言业 他们又来询问实验结束了嘛 导致上气氛值直接到了负几万 这样的气氛是无法完成接吻的 但是宾室不想放弃 最终雪村只吻了宾室的发烧 并保证下次给他创造完美的气氛值 再接吻 后面雪村等人在实验室开酒局 雪村滴酒不沾 认为酒精会让人愚笨 一贯以理性自居的宾室 在喝醉后开始对雪村发酒疯 求亲亲 全C在喝醉后也开始对慧娜求摸头 果然所谓男女恋爱谁主动这个问题 爱得看喜欢的人是谁 和目前好像导演没给写CP的 走延夜喝醉后开始抓狂 自己只是想要谈一场普通的恋爱 就一天天在实验室吃狗粮 就这样只有雪村从头到尾都是清醒的 看着这些人耍酒疯的样子 雪村更加确信喝酒会降低智商 但照我说 你谈恋爱都得证明喜欢的定义 那么喝酒会降低智商 你是不是得先喝两杯 两杯下的可能就是 喝 我还能喝 继续 而为了继续得到证明喜欢的证据 雪村他们对童话故事中的恋爱进行了重演 结果因为李克生的求真 变成了对童话故事的种种不合理进行了吐槽大会 比如会夜公主三个月长大 成长速度是正常的70倍 雪村建议先带他去做个检查 这肯定不正常啊 很快 实验室成员都要去参加冲绳的集训 雪村和冰室决定通过测量摧散树 来展开新的恋爱实验 摧散树是两个互相喜欢的人 亲密接触时会产生的东西 是荷蒙的一种 可以让人感到心情愉快和幸福 雪村和冰室试着抱在了一几 几秒后 恶人用摧散树爆棚而感觉到了超幸福和兴奋 这不就是缠身子吗 而这时惠娜的学姐在这间研究室毕业的山北亚丽华 会要拜访老师 她是一位漫画家 在听完雪村 他们在寻找喜欢的证据实验后觉得非常有趣 决定将恶人的日常画进漫画 顺便从广大读者那收集互相喜欢的证据 集训虽然要开始了 但雪村他们在决定这次集训过程中 顶时地提取大家的唾液来检测催展树 等到冲绳 雪村看到冰室的泳装 心动得无法直视 我也很心动 在她眼中 冰室比平时美了整整2.38倍 这个时候的摧散树达到了怎样的数据呢 为了调查 雪村和冰室偷偷跑到岩石后方 要进行摧散树的实验 然而两人都穿着泳衣 亲密接触的话 接触面积太大 二人都很害羞的 不敢靠近 而走远夜他们躲在一旁 鼓励雪村大乱一点 加油 加油 所以他们又对两个人 如何拥抱可以接触到最大面积 而进行讨论 最终讨论出了很多奇怪 而且羞耻的姿势 另外这次冲城集训的主要任务 是雪地们的论文答辩 全次的研究内容 是如何最快地把恋爱游戏通关 她对于恋爱游戏的热爱 让她信心满满 把提问的老师怼的是哑口无言 等到了奏言夜时 奏言因为不自信而开始心怒慌乱 为了让她镇定下来 雪村只要抱住了她 从而让她突然轻心地打飞了雪村 这个类似妈妈的拥抱 是有科学依据 可以真的让人放松 但我怎么看都是人家奏言夜 被男主这个老色皮给吓到了 OK 男儿拥抱的这一幕 让冰士撞见了 一直一直都想要真正拥抱雪村的冰士 立马灰心地离开了 但最后还是找到了雪村 只问她为何抱揍言夜 她并不是怀疑雪村的真心 而是因为她也想跟雪村拥抱 所以才藉地发挥 结果两人因为这个话也吵了起来 冰士就说出了违心的话 导致雪村也生计地说出了 你后又不是情侣关系这种送命的话 冰士伤心地打了雪村一巴掌就跑不开了 两人也因此开始冷战 虽然冰士知道雪村没有做错什么 但是恋爱的嫉妒 让她当时失去了理性 而且雪村也说得对 两人还在调查 还在研究 无名无分 算什么情侣 不过冰士也因此意识到 恋爱并不是只有正面影响 还有生气 嫉妒等等的负面影响 为此她认为可以通过负面影响 来反面测试喜欢的程度 为了和雪村讨论 这个新发现 冰士展开了和雪村和好的计划 买了一个眼镜盒 还写了一篇写水论文 作为礼物要送给雪村 果然里可生的礼物 总是比别人特别 而这里有一个特别棒的细节 山本学习也在帮冰士包装的时候 露出了有意味的笑容 他要做什么呢 而冰士也带着他包装的礼物 一路奔跑 其实冰士从小一直 都是孤生一代没有朋友 被同学欺负 这次他好不容易结交了朋友 且玩上了雪村 他真的很渴望这场恋爱 冰士很快就真心地 把礼物交给了雪村 可雪村拿出来的眼镜盒 却是碎的 这让冰士赶紧不知所措地 拿着礼盒跑掉了 他开始伤心 为什么在这次他期待的旅行中 处处不顺心 冰士伤心地一路走啊走 走到立脚桥上 鞋子也坏了 随后无力地蹲在那自责 雪村看的那个眼镜盒 就知道是别人恶意破坏的 他打出的是山本 把眼镜盒弄坏的 山本也很直接地承认 主要目的就是要给这段爱情 加个阻碍 来给他的漫画取出财 并且有障碍的爱情 是可以助长感情的哦 虽然这是个绝对的外力 但还真的外打正招 因为得到答案的雪村一直在找 终于在美丽的晨曦中找到了他 雪村一来就对冰士的写最论文进行批评 因为有太多处的错误和异断 而冰士也不管不顾地说出了 自己被雪村搞得心烦意乱和想要拥抱的心情 两人终于抱在了一起 雪村倒数30秒 在氛围时达到100的时候 亲吻了冰士 雪村为了冰士的氛围之 一直不断地在思考 这一次偶然完成了心愿 最后雪村将冰士一路背了回去 两人接吻的感受便是超想再接吻一次 毕竟这种事情真的很伤头哦 而关于他们一开始提出的问题 或许想要一个真正的答案 就得用他们一生去寻找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首先上面学姐的做法确实让人很是讨厌 但幸好他并没有真正破坏掉冰士准备的礼物 那个碎掉眼镜盒是他买来的 他最后也将冰士的礼物回还给雪村 全篇内容中有好多剧情 都是采药李克森的思维逻辑 对等何事都得进行分析 就像雪村分析眼镜和摔摔需要怎样的条件 各种数学、物理知识进行计算 两个死傲教这种求真的性格 让这部动画变得特别有趣 也变得特别让人作急 一个接吻演了12集 好家伙 不过千万不要觉得这部动画拖沓 隔壁开局摆给送女主的番剧 在这部动画面前简直就是小弟弟 只因为在开播的时候第一天 直接一次性放送完 这种操作简直就是业绩良心啊 整体就是一部很轻松的恋爱番剧 前面屋里头到最后相拥相吻的时候 还是很甜的 可能剧中科普的一些知识不够强硬 以及两人屋里头恋爱方式 让人有些不惜 但一部动画怎样都无法做到 让人人满意 我个人还是强烈推荐去看看这部动画原片 其中还有很多细节我没有去讲 所以在看原片的时候 也还是会有很多体验 我是少年 一位明年又可爱的九七年男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请点个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转发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